大家早晨 来到星期第二个交易日 讲股事情分析 今早我们讲题是理想汽车 2015短期见底 先看看 这个理想汽车的阴阳烛日线图 平均线请在分明性 五天平均线继续下跌 利淡消息 股价跌下跌了 113.9 否认利淡消息 昨天最高18.22.7 五天平均线想跌穿 20天平均线 20天平均线想跌穿50天平均线 跌穿了就麻烦了 但是呢 因为现在五天平均线在二十五十 两分线下跌穿了平均线 整个分明性将它变为险柱 变为全面利淡 股价还在下方 昨天结束了连续两个交易 跌市和阴足 升市和阳足 变回 如果你要调20天平均线 拒绝跌穿50天平均线 又或者跌穿之后 很短时间就升了 股价必须要急升 急升是多少呢? 最重要的是 短期跌完未 再说 我们看看成交 昨天是增加了 这个就是全部成交 刚才我说的 增加就是自动对管成交 OBV 是有些抗跌的 似乎 因为昨天跌到 113.90 前 113.90 OBV 并没有再创新低 即是说 要再跌低的机会 是小一点 要显著再跌低的机会 是小一点的 可以跌低一点 接着就是回升 反弹机会较大 辅助分析指标DMI 明显利淡 正DMI 筹合好 回升 就是上升动力回增 下跌动力 -DMI 下跌 就是减弱 看这个势头 就会延续了 我们看完这些之后 我们要看下跌到多少 下跌到多少 下跌跌到多少 为什么呢? 难猜 为什么呢? 因为近期的升浪 短期升浪 是由1月22日的低位 102.4 一路不停升 突然上升 烈口急升 哇!引人冲进去 就追上去 2月28日高位 122.7 接着呢 烈口就跌回来 然后 保全大的上升烈口 反弹上去 13日高位 156.7 之后就急跌 到现在 跌完后呢? 不知道 因为0.618倍量 目标133.1.5 133.1.5 已经失守成为 很重要的短期阻力了 所以再跌多少 你说如果真的再跌? 那就很简单 不要这么花 我差了这个 给大家看 当然 你要看支持 这个 上星人5低位 113.9 如果守不住的话 那就对不起了 下面应该是你有心 你准备了下市 102.4 这个 有没有支持? 少少吧 105.2 1月31日低位 大家不要太信 它 上边阻力 刚才说了 0.618倍量度 升高目标之外 前跌浪底 3月31日低位 137.8 也是短期重要阻力位 已经看到了 130 108 和刚才137.8 和刚才0.618倍量度 跌风目标 都要看住 另外 这里也有一个前跌落低位 3月19日 125.3 也是 这些就是阻力位 再严格说 这里有个下跌列口 不如说 这个下跌列口 由于在 画物 在哪里呢? 就是127.3 至131.9 即是上边有 123 4个阻力位 加上0.618倍量度 跌幅目标 刚才画了 量度升高目标 跌幅目标 就是5个阻力位 下面支持位 有3个阻力位 见底了吗? 不敢说 你要逐个位 站在上面 我先看见底 否则 升高一 都一个 两个 甚至三个 掉头再跌 穿回这个 再试 120 1024 多一点都不出奇 关键就是看指标 配不配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